有些父母为了小孩子的健身或防身 会送小孩子去学柔道 但你可以想象到 教练就会活生生打小孩子摔死吗 这是一起发生在台中的事情 某位核性教练为了训练一个7岁的黄姓小弟 竟然连续用柔道的招式中摔这个小弟 导致他身亡 最近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出武了 这个核性教练被判处9年的有期徒刑 这样的判决内容合理吗 政府有相关的责任吗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代哈喽 我是林冠律师 这个判决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核性教练是故意伤害黄姓小弟 还是只是训练手段的过当 第二个重点是说 为什么法院是用伤害致死罪 而不是用杀人罪去论处呢 针对第一个部分 核性教练的说法是说 因为黄小弟他自己偷懒拒绝训练 而且跟训练的一个学长产生争执 核性教练才不得不去亲自下海去指导他 他只是具一个训练监督的目的才去抛摔他 说到这边法官就认为说 核性教练啊 你是大人 而且你有40多年的教练经验 你难道不知道说 连续对一个弱小的孩童去重摔的话 会导致他受伤吗 核性教练他抗辨说 没有啊 学柔道本来就会被摔啊 但说到这边反而就认为说 被摔是一回事 但是如何安全的被摔才是重点吧 这个在楼道的术语叫做护身倒法 黄小弟他只是刚学习 他对护身倒法都还不熟悉 而且他刚吐完 还没有缓过来 你核性教练就这样立刻摔他 这不就是预料到 黄小弟会受伤 你还故意这样去做吗 接着法院提出另外的重点是说 虽然这种体育训练 难免可能有受伤的风险 但是根据联合国 儿童权力公园 以及我国的教育基金本法 第八条都有规定 国家应该保障学生不受到霸凌或是体罚 那核性教练你就不可以用管教当作借口 去体罚这个黄小弟吧 因此法院就认为说 核性教练你虽然嘴巴口头上都说 我不是基于伤害的故意去抛摔这个黄性小弟 但是从客观的行为 已经可以预见到说 黄性小弟虽然受伤 我也觉得不会怎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就叫做不确定故意 在法律上也称作间接故意 是故意的一种样态 那讲到这边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说 为什么法院你不用三人罪去论处就好了 其实伤害致死罪跟杀人罪 它主要差别在于说 被告在执行犯罪行为当下 有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 会导致被害者死亡的结果发生 法院认为说 核性教练在抛摔黄小弟的当下 其实没有杀人的故意 但是有所谓的伤害的念头 那再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其实核性教练他已经可以预见到 这个连续重摔的行为 会导致黄性小弟死亡的结果 所以应该是适用伤害致死罪 那加上黄性小弟他是一个儿童 根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法 第112条第一项的规定 针对少年去犯罪可以加重骑行二分级 所以最后的行动就落在 9年的有期徒刑 那你说这个9年徒刑 说重不重 说轻不轻 那我们假如根据过往的实物判决 来看的话 它合理吗 接着我来带两个案例来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新北市 有某个智能障碍的流性小弟 他因为写作业的时候打瞌睡 就被他的阿姨 直接脱去浴缸 然后把他四肢绑起来 放在浴缸 把水放满 让流性小弟之后头浮出来 不仅如此 那个阿姨还把头压下去 让他呛水淹倒 那后来 阿姨把这个流小弟放在那边 自己就跑出去抽烟 抽烟的过程中 虽然有听到 小弟在听浴缸的声音 但他完全不理会 最终就导致这个流性小弟 淹水自死 针对这个案件 一审法院认为说 流性阿姨 他是一个杀人的故意 所以处12年的有期徒刑 那后来有上诉到二审 二审法院他改用所谓的 宁虐致死罪 其实杀人罪跟宁虐致死罪的差别 只差在说 杀人罪可以判罪重死刑 那宁虐致死罪不行 法院考量到这个被告 他其实有认罪 然后自首 并且流性小弟的父亲 有跟那个被告去和解 甚至求储法院去 给予他一个重新量级的机会 所以才改判是8年 第二个案件是发生在台中市 有位方姓小弟 他不小心打翻 生母的男友的饮料杯 后来这个男友 就直接对这个方姓小弟 拳打脚踢 导致他的头颅破裂 不幸身亡 后来这个被告 在一审法院的时候 他打死不认罪 也不愿意跟生母去和解 所以后来法院判处他 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说到这边可能观众会觉得说 为什么 他是七年半 那前面那个案例是8年了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试用的法条不同啊 这个案件是试用伤害致死罪 而不是杀人罪 前面那个案件是杀人罪 所以他即便怎么捡 到后来都是8年的有期徒刑 那我们回到本案来看 何姓教练他被判9年 算不算中呢 他一样都是没有认罪 没有和解嘛 老实讲 以司法的角度来看 其实有点算是偏重 那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很遗憾 假如黄姓小弟还在世的话 他可能有数十年的光阴 却现在只换来何姓教练 9年的有期徒刑 太不值得了吧 老实讲要用到司法程序 都是一个悲剧已经发生的结果 我们应该去想说 如何去预防悲剧发生 首先从制度面来看 为什么没有教练证 却可以去开班受课呢 遗憾的是 目前的现行法规 是有针对学校的专任教练 有要求要教练证 所以其实一般开课 是不需要教练证 那我们再进一步去看的话 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他就会是一个好的老师吗 其实本件的核心教练 他是楼道六端的高手 你说他不专业吗 其实是专业 但是他的教育方式 其实并不适合小朋友 所以这部分 未来就有待 立法者和体育署去罢官了 那最近有一个不错的现象是说 体育署有将所谓的 儿少专业的内容 加进去教练的讲习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趋势 针对本案 它是发生在一个公立的体育馆 公立的体育馆 它的师资是否有受到检验 这是一个问号 假如发生紧急状况 公立体育馆 他的SOP或是一个急救措施是什么 这也有待去检验 其实监察院针对这一系列问题 有提出一个所谓的调查报告 也提出了纠正案 针对台中市政府和体育署 认为他们相关规范不清楚 也互相去推卸责任 这个纠正案目前还尚未整解 所以请民众可以持续去关注它 说了这么多 其实目前只有刑事案件告一段落而已 民事部分 黄姓死者的家属也已经提出了诉讼 那也把台中市体育总会列为被告 甚至未来可能会提出国家赔偿 未来会是怎样值得民众持续关注 我是林冠律师 我们下次见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方爱心哦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 是在哈喽 每周二四下午五点 Light Day准时上线哦